刷屏 比亚迪一员工猝死 生前连续七天夜班 互联网大厂取消996 制造业加班更严重 就在新能源车股价大涨 销量不断超预期之际 一则员工猝死的消息迅速登上热搜 11月5日 比亚迪第十一事业部 一名36岁员工在出租猝死 其在西安工作的打卡记录显示 10月份有26天工作时长都在12小时左右 但因为做尸检 距离起萤幕前尚未明确 其家属认为 或与生前连续超时高强度工作相关联 据澎湃新闻报道 比亚迪同意一次性支付该员工家属20万元 18日上午 西安高新区劳动监察部门已介入此事进行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年初 一个22岁的拼多多员工猝死的消息 一度引发热议 随后多个互联网大厂纷纷取消996工作制 禁止员工加班 此番 比亚迪员工猝死一事 又一次把加班文化推上了风口浪尖 与光鲜亮丽的互联网大厂相比 制造业的加班情况实际上更加严重 但却显少被提及 尤其是常见的两班导模式 11月5日 36岁的比亚迪员工王江龙 被发现猝死在出租屋中 王江龙的堂哥表示 王江龙从2009年开始 就在比亚迪上班 今年7月份 他从一厂调到了二厂 在物流岗位 工作强度比较大 月工资大概六七千元 上一个月白班 然后一个月夜班 11月1日 某字节员工爆料 字节跳动开始采用1075工作制 每天10点上班7点下班 一周工作5天 没过几天 腾讯或实行965制的话题 更是冲上热搜 根据58同城的信息统计 招聘的制造业企业普遍采用了两班导 上六休一的工作制度